在大学第六届杰出校友杨耀龙 91级食品工程学系 硕士在此专班毕业 目前担任耀龙面行的负责人 在机械加工的制造上 需要再更了解一下食品加工 使得一些面粉的物性 于是就报考了 大学代谢食品工程的受专班 经营耀龙面行学与自用 利用所学将制成现代化自动化 更利用食品化学加工原理 制造出卫生健康的创新产品 产品品质优良于2010年 荣获中华民国优良食品评鉴金牌奖 把我所学的东西结合到 我们的面线的加工 让它的一些制成 还有物性品质各方面更加的稳定 然后以至于现在 在行销通路站的扩展更顺利 也感谢学校对这方面的一个教导 成功事迹深受社会的瞩目 吸引媒体的报导 接受电视专访中特别来校拍摄 宣传学校 对校域有重大的贡献 该大学第六届杰出校友 萧国禄 92级工业工程学系 硕士在专班毕业 目前担任大金光电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在光电业里面 我们是有分两块七块 一个是太阳能 一个是照明部分 那太阳能部分我们也是 几乎都是我们是第一个尝试 在台湾做的 像台南市跟我们的8Mega 的花电 整个是我们设计建构的 那再来就是说 像台中炒雾道的一些LED的灯具 也是我们配合设计师 大家共同下去规划 在工作上 萧国禄校友积极推动 照明产业的升级 由传统耗电灯管 转型为高效率LED照明 并配合国家硬体建设 大量的推广 承接太阳能模组 系统对绿能产业发展 深具贡献 我是建议刚进学校的 学弟们 学妹们 在学校四年要把基本功做好 然后呢在这四年期间 如果有机会 就尽量跟业界去认识 培养自己的知识也好 人脉也好 这是在学的学生 那毕业以后 一定要自己坚持 然后要有一种创新的态度 在校图推广上协助系上学弟妹就业 提供绿能产业就业的指导 积极参与系友会 协助系上发展与成长 足为众人的表赛 大大学第六届杰出校友赖入定 97级事业经营研究所硕士在子专班毕业 目前担任美丽达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这几年呢 跟我们母校呢 常常做一些互动 那成本的管院啊 气管系啊 这几年都邀请我们做我们的课程审查委员 那另外工学院 我们管院或是气管系呢 也会不定期邀请我们回校 做一些讲座演讲 那做一个就是一个企业 企业界的一个双向交流 做一个纪念分享 还有我们公司呢 有关这个自行车车架的研发材料这方面呢 也有各门大业的公寓这边呢 就是做一些专案的研究 担任台湾自行车协进会副秘书长期间 负责推动3T活动 促使台湾自行车产业升级 落实精实管理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卓助 勉励各位学弟学妹一句话 就是勤能补众 像我我觉得我自己就不聪明 但是我很勤劳 所以今天有这个小成就 也是归攻我们全体同仁 还有我们母校对我的一个帮助 最后就以这句话送给各位学弟妹 勤能补众 近年来多次应邀返校演讲 看到学校这些年在软硬体设备上 日渐完备 很高兴学弟妹能在这个极佳的学习环境中成长学习 更勤勉学弟妹在师长尊尊教诲下勤勉向学 毕业后都能成为卓越的大业人 大大学第六届杰出校友徐炳青 97级设计研究所硕士载子专班毕业 目前担任华龙昌装潢企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本身从事这个室内工程 室内装潢工程 室内设计装修工程 已经今年已经 稍微想一下 大概满35年 今年满35年 因为我从国中毕业就开始 做这个相关的工程 就是我们讲的以前的学徒 以前说的学徒 学徒就是三年四高位 以我们这个年纪的话 当时还是说在三年四个月里面 可以学到很多 徐炳青校友于学校及多所科技大学 和职讯中心 职业工会开设建筑物室内设计 及室内装修工程 建材与工程估算 数位空间设计等课程 拿到研究所这个硕士学位之后 最能够在我们的大学 可以有一个担任讲师的一个资格 才知道说 原来大学大学的硕士毕业能够这么好 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大学都相争的 要我去跟他们学校收课 就是我们附近的中部这些大学 是是是 那就是 当然最难免可够的就是 大学大学的这个院长 当时我们院长 我们这个 洪建西方老师 翁一龙老师跟翁徐德老师 这边都说 可以在学校这边 是不是能够来分享 跟我们的学地内 能够有一些 食物工程的这些部分 让他们能够再更加强 徐秉青个人对室内装修和装潢的行业 具有相当的知识 并从不懈怠地透过自我的进修 以达到融合建筑和现代观的趋势 工作上杰出的表现 足为众人的表率